网络冷门快根植物推荐场面流桑 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小心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然后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聊快根植物 快根植物中有一个鼠非常的有意思 那就是流桑鼠 这是一个令原意爱好者非常喜欢的植物 但对本地居民来说是非常让人头疼的 因为这种植物呢 成熟之后它的心皮会爆裂释放出种子 传播距离可以达到两米左右 所以在国际上是声名恶念的一个入侵物种 常被当作杂草所处理 这种植物呢 臭牛桑是最为常见的 其他品种呢依然十分罕见 所以并不能说所有的牛桑都不被人待见 而只是有些品种太过于张狂 那么今天咱们就接着来细聊牛桑鼠 牛桑鼠的物种可以说是在桑壳中仅次于绒鼠的存在 约有100牛五种 其实它曾经有170种 但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而不被认同 现已被移出 主名Dorsten是为了纪念德国医生兼植物学家多尔斯腾 本属植物为热带地区原住民常用的消炎药物 有一种病大家都可能知道 那就是狂犬病 它是由狂犬病毒引发的人与动物一种强烈传染病 对人而言死亡率近百分之百 而当地人呢 使用刘桑科的植物 用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 目前呢 治疗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方法 当然还是注射狂犬疫苗和免疫求蛋白 由于狂犬病在发展中国家 这种高发性和现代医疗的高度有效性 目前狂犬疫苗和人狂犬疫苗免疫求蛋白 在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中已被列为了基本药物 目前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表明草药可以治疗狂犬病 但当地的土部仍然热衷于使用本期我们的主角 常念刘桑来治疗狂犬病 所谓的狂犬病被草药治愈的案例 大多都是把没有实际感染发病情况下的这种病例 误当成了确凿的感染病例的治疗 这样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品种 牛桑鼠呢 是为草本灌木或者是引牙植物 为了度过某段时期的恶劣环境 更新牙味与较深的土壤或者水中 多为宁静快静根静或水生植物 分为肉质和非肉质两种 其中只有10%为典型的桑壳植物 桑壳为木本植物 均匀的分布在北非以及南美洲之间 像地球上八大生态区之一的北非东非这一部分 前身为埃桑俄比亚非洲区 包括了现在的非洲萨哈拉沙漠以南 阿拉伯半岛南部与东部边缘 马达加斯加岛 伊朗南部和巴基斯坦 西南部以及印度洋群岛这些地区广泛的分布 而在南美洲呢 地球八大生态区之一 包括了美国的中部与南部 墨西哥低地加勒比群岛 以及佛罗尼达州南部 是物种最为丰富的生态区 无论是物种数量还是特有种群的数量 都是其他区无法比拟的 而牛桑是处于这个非洲区的这种肉质植物 都为丹净形态 这种植物最常见的品种叫臭桑 它的这种种加词意为 丝口处流出的树叶有恶臭气味 其他的这种物种呢 仍然十分罕见 而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品种呢 就是这个栖息在也门 喀麦隆至索马尼 刚果 苏丹 爱桑俄比亚 扎耶尔 东北部 乌干达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布隆迪 赞比亚 这些地区的这个长面牛桑 它的所处的海拔是250至2300米 可见它的这种种群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但在国内的原液市场上非常的少见 因为它的外形呢并不是很出重 然后就样子也比较普通 它的特点是长长的这种花梗花盘 就是很很长 就像那个章鱼的万卒一样 所以给它起名叫长面牛桑 这种物种呢 主要是生长在树木茂盛和开阔 通常是指这种被烧毁 或者是放牧的这种草原之上 也生长在童草原和西树草原之上 这种植物呢非常的神奇 怎么说神奇呢 因为这种植物是可以自发授粉的 这种植物是单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可以高达25厘米 它的高度完全取决于它花梗的长度 它的花梗就能达到20厘米左右 属于牛桑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品种 它有一个怎么说有点凹陷 或者是亚球形的一个球径 球径的大小呢是在4到5厘米那个样子 它的叶子呢不遵守 就是形状是不一的 它的形状它可能是肾形 可能是心形 可能是掌形 也可能是圆形 是根据季节不同而产生的变化 它的这个叶子两侧青春期是无毛的 它的叶脉是分支的这个样子 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这种花盘呢 基本上就是紫褐色 很少是绿色 它的熊花多 雌花少 它的这种果皮是呈软型白色 然后长一毫米那个样子 像它的这个花盘 基本上是长是1.3厘米 然后到这个宽是0.8厘米 然后非常的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牛桑鼠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特征 那这种植物为什么会有不同季节 不同叶子的变化呢 这可能和当地的这个水分有关 它如果水分足的话成长型 如果水分不足的话可能就圆形肾形 或者是青形形状也是不一的 像这种植物呢 在欧洲等地受到了很多收藏爱好者的喜欢 但是在亚洲地区呢 这个还是比较冷门的 像这种植物 它比较喜欢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 然后春季到初秋为生长季 适合的温度是15到25度 它春季萌发之后 就应该放到室外去管理 至于光线明亮的场所 每周浇水一次 夏季是生长旺季 强烈的阳光会灼伤植物 需要人工的遮阴 或者是放置在斑驳的树荫灌木丛之中 或者是有一个遮挡物是最好的 然后这种浇水次数呢 可以增至每周两次 切记积水 随着它的这个树枝花盘 源源不断的产生 植物需要更多的养生供应 选用这种低氮高甲的肥 每两周一次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落花落叶的现象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长期的干旱 植物为了保存水分 提前的进入了休眠 几个星期期之后才会苏醒 第二就是频繁无规律的浇水 导致了根部真菌的感染 出现了腐烂 这时候需要脱土 检查这个根部的情况 然后这个样子 由于这种植物起源于非洲 它的冬季要保持这种温暖 最低平均过冬的这个温度为12度 尽管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 可以在无霜的这种户外种植 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在这种稍微温暖一些的 这种环境是最好的了 它最适合的温度就是21度左右吧 那样在阴凉潮湿的条件下 很容易腐烂 然后这就是这个长面流丧的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好了 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总的来说呢 长面流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品种 它是凭借很长的这种花盘 还有这个茎而出名 它的这个和一般的流丧不一样 是拥有一个像小土豆一样的这种块根 但它属于这种小型的这种流丧 它之所以会长出像非常长的这种花剑 这个花茎这样的一个器官 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播组织 这样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收集一下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哦 让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 拜拜